近期市场关注焦点为 欧央维持利率不变 投资人该如何因应 近期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与购债规模不变 并重申购债措施将至少延续到2017年3月之后 近期欧元区景气复苏良好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央行并没有祭出进一步的扩大宽松措施 显示目前的经济刺激措施已见到成效 欧央也因此调升欧元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值 从6月时预测的1.6%上调到1.7% 经济持续复苏有利欧股后市表现 欧洲央行并维持今年通膨率预估值为0.2% 明年及后年通膨率预估值为1.2%及1.6% 通膨渴望逐渐改善 德国及法国等欧洲公债殖利率仍位于历史低档 有助于使资金从债市流向股市 特别是高股息股票 总结本周重点 面对市场波动 建议投资人透过高股息股票 以稳健的方式参与欧股机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